可无论女孩如何挣扎 教授依旧像头饿狼般扑了过来 白白此时万分惊恐 他万万没想到 白日李西装革履的教授 私底下竟是道貌岸然的人渣 几个小时前 白白受邀来社团听一场音乐会 谁知恰好碰到李教授在场指导学生 看着眼前他崇拜已久的老师 他快速整理好外表 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走到李教授身边与之交谈 而在聊到专业话题上时 男人不仅严肃还是分专业 这让刚上大学单纯而又青涩的白白 心中的崇拜之情瞬间达到顶峰 所以在音乐会结束 李教授主动邀请女孩开小课时 他想也没想的便答应下来 可白白没想到的是 就是这所谓的好机会 竟直接毁了他的人生 莫过多久 女孩就跟着李教授来到男人家中 起初对方还有所收敛 甚至用音乐知识来降低白白的戒备心 果然 这一举动顿时让白白欣喜万分 他自以为李教授看到自己的天分 这才会抽时间专门给他补课 谁知就在这时 李教授突然抱无真面目 男人威胁女孩 如果不按他说的照做 那么他便会找理由扣押白白的毕业证书 甚至私下会找人迈回掉女孩的前途 事后 白白冒着大雨跑回宿舍 他麻木地坐在地上 眼神中满是哀伤 他不敢拿前途去赌 所以他只能默默承受着屈辱的一切 原生家庭不幸导致的后果 在女孩身上显露无疑 白白从小便失去父亲 年幼的他经常会受到母亲的毒打 只因女人认为他是在心 使他渴死了父亲 毁了母亲的生活 直到白白长大成人 凭借优异的成绩 他逃出了令人窒息的家庭 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音乐生 可就在他刚刚触碰到梦想的时候 恶魔出现了 没有丝毫手软地毁掉了女孩 童年的阴影需要用一生治愈 本就活在黑暗中的白白 刚看到点点星光又被推进深渊 自卑软弱的女孩 只能独自舔着伤口 好在此时还有音乐陪伴着她 然而白白万万没想到 这只是个开始 还没从上次的阴影中走出来 他就在下一次的音乐课中碰到李教授 男人借着直屋直辩 一而再地将白白带到家中 长次以往的折磨 让他的神经寂静崩溃 噩梦整夜萦绕在脑中 他已经很久没有睡过胡冷觉了 幸运的是 暗恋白白很久的男孩沐红 察觉到了女孩的坏情绪 这天下午 沐红主动找到他 并提出带他去田野中散散心 白白自知对方是在关心他 所以直接便答应下来 在这宁静祥和的气氛下 少年少女开始诉说起 残忍而又美好的回忆 没等女孩反应 平日里风度如雅的教授 竟像头饿狼一样扑了过来 白白试图反抗 谁了 竟点燃李教授的怒火 看着不舍抬局的女孩 她用毕业证书与前途威胁白白听话 事后 白白回到宿舍 企图用冰冷的水流清洗罪孽 她明明已经要摸到光明了 为什么上天从不眷顾她 只要她的人生稍微有点起色 立刻就有问我将她推下悬崖 可白白万万没想到 她自以为沐红是救赎 但不过是她的一厢情愿 几天前 沐红注意到白白的情绪很不好 于是提出带她去大自然散心 两人躲不走在田野间 围绕白白多天的低迷瞬间消散打扮 反观此时的沐红 她在火车上看到白白的第一眼时 便瞬间坠入爱河 好不容易有了独出的机会 她冲着大喊呼喊着自己的心意 可不幸的是白白却没听到这些话 两人就这样遗憾错失机会 因为第二天还要继续上课 所以他们并没有在这里待很久 临近夜深之际两人便回到学校休息 但幸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李教授再次找上白白 他让女孩下课后来家中不课 这下白白好不容易缓解好的情绪 竟直接崩溃 他偷偷回到宿舍割弯自杀了 好在同学们及时发现病悍来了王老师 才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可就在这时 王老师从医生的口中得知 白白患上了应急疮伤症 他身上有任何伤痕吗 没有 性侵伤痕呢 没有 王老师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当即就要去求助好友赵律师 但在临走前 他先是给白白的母亲打了个电话 希望对方可以过来照顾女孩 谁了 女孩的母亲竟让他自己回台北 王老师不敢相信这是一个母亲说的话 此刻他心寒不已 他喊来沐红照顾白白 而他则马不停蹄地约见赵律师 两人刚已见面 王老师便直截了当地表达来意 得知此事的赵律师 只说让他先和白白见个面 他需要先了解一下女孩的真实情况 与此同时 白白刚在医院睁开眼睛就看到一个陌生人 对方好似看出女孩的疑惑 主动开口解释自己是校方派来的 原来他自杀的事情闹得太大 现在不仅仅是舍友这便知道 校方更是得知所有真相 领导们为了维护学校的名声 找来林律师劝说白白不要报警 他们会给予女孩一笔丰厚的金钱 事情突然变大让白白措手不及 他只能低下头一言不发 可他万万没想到 校方在他这里得不到确定 禁不顾白白的意愿 将这件事定行为 女大学生担恋教授 悲剧后疑死相避 由于是发在学校的官网上 所以很多同学第一时间都看到了 等白白休养回校时 看到的就是围观人群对他的指指点点 甚至还有些过激的人员 当着女孩的面直接辱骂他 白白被不断地推入绝境之地 他再也无法忍受这些一样眼光 恰好此时王老师告诉女孩 他替白白找到一名律师 只要女孩和对方见一面 律师就会全权接受这个案子 听到这里 白白想通了 他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虽然早知道母亲不爱自己 但听着对方残忍的话语 白白还是忍不住心痛 自从校方子做主张的将此事闹大 母亲就来到学校寻找白白 然而母女俩刚见面 母亲就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在白白身上 丝毫不考虑女儿此刻会不会难过 可这次白白不会退缩了 哪怕母亲如何责怪他 他要将李教授告上法庭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与此同时 慕红也知晓白白那段时间不开心的缘由 血气方刚的少年无法接受喜欢的女孩 遭受人渣的欺负 于是他在校园内找到李教授 竟直将男人扑倒在地 狠狠地教训一顿 而白白也从王老师口中 得知慕红的举动 对此女孩十分感动 他觉得此刻仿佛找到了救赎 为了干干净净地与男孩在一起 白白更加坚定要将李教授告导 很快 在赵律师的帮助下 法院就女孩的案子开庭了 为严肃目的屋内 赵律师舌战群如将校方的林律师 对得说不出一句话 但作为有着丰富经验的林律师 依旧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当李教授对你有身体接触 你为什么不采取任何行动 你不开门 不大叫 也不跑开 白白被这个问题惊得带愣住了 他万万没想到 校方为了维护名声 竟不惜说出这些推卸责任的话 最终法官决定暂时休停 白白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 谁料 母亲比她快一步来到这里 两人刚见面 母亲就对着白白大喊大叫 并要求女孩放弃诉讼 终于她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恋意 逼得彻底陷入疯狂之中 好在冰临之际 她想到了沐红 白白将男孩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拨通了对方的电话 我问你哦 我不那么大小姐了 你不会愿意跟我在一起 少年此生唯一一次的玩笑 代价尽是勇师所爱 白白本就丧失了理智 根本想不到沐红是在开玩笑 他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希望 独自待在房间内 再一次割腕自杀 而白白永远不会知道 少年在挂掉电话的那一刻 就飞奔在寻找他的路上 更不幸的是 沐红因为车速过快 没有注意到两边急迟的车辆 除了车祸当场死亡 这些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 惊得众人根本反应不过来 赵律师没有因为白白的死亡 就放弃诉讼 他继续要求法院开庭审判 这次 他要为白白求得一个清白 这次赵律师不再有任何过激的语言 他轻声细语地讲述着这个案件 李教授道貌安然利用植物植变 各种威胁女孩 许多受害人 因为畏惧加害者的权势 而认为自己无能反抗 真相让人痛苦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袖手旁观 保持揭末 等一下 您的判决将唤醒那些装睡的人 赵律师苦口婆心的话语 终于替他打赢了这场案子 也为一个可怜的女孩证明了清白 但就在法官宣判李教授有罪时 男人在家中突发心脏病 因为没有及时送到医院当场死亡 要相信不管遭受到什么迫害 勇敢拿起法律来保护自己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感谢您的赵律师苦口婆心